這時候呢 還可以幹嘛 我們來處理蝦子 到底是有多忙啊 賣蝦仁的那種 我覺得它有泡藥水 我忽然跟小朋友吃 然後呢我就會買新鮮的 就是活蝦 然後把頭先給你 而且你頭刺起來 你把 它那個 藏仁那個 對 藏那種沙 那種已經先 都先把它去除掉了 然後家裡大概就是叉子已經 叉子應該每一個家都有吧 然後就從背上 一路這樣子 我背脊突然量了一下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 超強的 欸 你成功耶 而且我連它的 沙子也都順便把它給掉掉了 它就是整隻了 好厲害喔 然後你看 沙子處理好了 剛剛已經香了 只有兩分鐘 對 兩分鐘 聞到香味了 沾板 兩分鐘可以直接吃了是不是 兩分鐘可以直接吃了是不是 剛只是去蒂 然後進那個 微波爐 對 兩分鐘 對 然後呢 從最上面頂端的部位這樣 你前面兩個都很成功喔 你這個 加油 直接就可以抽出來 真的 好可怕喔 然後厲害的在哪裡 厲害的在 須須也幫你一次 真的喔 你很強耶 是不是 而且乖朋友 我們一刀未剪喔 沒有做過手腳喔 好可怕喔 我聽說的自己改掉 這很幹人耶 而且 真的可以吃耶 熟是不是 太浮了 好甜喔 是不是很乾淨 好甜喔 大成功耶 而且懷孕 懷孕 你吃在那邊 因為老實說這種方法 他把玉米的甜整個鎖在裡頭 因為有時候撒太久 還會煮到鮮 還會煮到鮮 對 沒錯 好棒耶 來 我幫他那邊吃 先撒玉米要煮很久 這個只要兩分鐘耶 對 以後餐餐可以讓孩子吃玉米 很厲害耶 玩笑就好 但是送歌的方法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適用 老實說我們也想試試看 所以現場呢 小廚娘用她自己的方法 一個是書宇用 我們送歌交的方法 五隻蝦看誰先撥完 撥完請舉手 預備 開始 好緊張 加油 小廚娘妳怎麼弄的 妳要跟大家講一下 快 邊做邊講 其實我大部分都是在那個 看飯然後請她幫我看 什麼 什麼 書宇妳速度好快喔 而且我自己覺得我好神奇喔 妳好神奇 又第一次 第二隻蝦耶 小廚娘撥一蝦的方式 就跟我們平常吃蝦的時候 所以從她的腳的地方把它撥開 可是其實有時候有一種人的方法 是說從中間第三個撥開 然後前後抽開就可以了 快點 我真的快快快 快快快 撥我這邊 快點 快點 所以快快快 快快 衝過去 就對了 衝過去 衝過去 快 快 快 好 繼續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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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強耶 真的很強耶 好開心喔 而且她每一隻都漂亮耶 你看她每一隻都很漂亮 她沒有碎掉 很漂亮 而且沒有碎碎的 而且我覺得她真的 真的是順便把上面那個 就戳掉了 對 這真的可以進去拉就拉掉了 你看她還在那邊 還在那邊拉 自動開變的感覺 我很好奇 妳有用過熟的嗎 就比如說像我們在外面 巴菲絲沙蝦 那是熟的也可以這樣子 熟的比較麻煩 但是它比較硬 然後那個叉子 又是卡不進去 而且他會去大意思的說法 撥蝦 給老公撥出來 對啊 學半天之內學什麼 就是老公好好學啊對不對 對 但是我覺得今天還滿厲害的 從玉米 對 到香吉士 老公吉士之類的 到這個撥蝦 家事達人 請問安琪姐給幾分 9點 超高的耶 好強 玉米太強 作家是除了要那個 輕鬆省力 一定要那個瞬間的快感 對 很有成就感 不然其實媽媽在家 都沒有成就感 我覺得那個太療癒了 對 9點5分 很厲害 謝謝 但是想問安琪姐 還有什麼方法 就是在家可以簡易做料理 然後又可以非常快速 對 我們剛剛是做前處理 對不對 那其實媽媽們 有時候料理 小朋友的伙食 真的很討厭 真的 這個要吃那個 那個很煩 對 那今天教大家 可以快速料理 然後小朋友也可以自己做 好的 歡迎安琪 先吃 安琪達人的好方法 對 我是個懶惰的媽媽 可是小孩總要吃飯 然後就覺得說 每次就是煮三菜一湯 就覺得說這個不要 那個不要 真的很煩 對 然後小朋友很好玩的 你會發現說 你弄個一盤一盤 好好他不吃 對 他喜歡那種一口一口吃 然後顏色繽紛鮮豔 然後如果自己可以做更棒 對 然後今天甚至 剩菜可以變成料理 對 怎麼做呢 記得要準備家裡 都有製冰盒 是 對 那你可以抹油 也可以不用抹 都可以 然後你就可以準備 小朋友喜歡吃的料 像起司 海苔 這種 都很愛 或是有時候那個 剩菜裡面有一點肉絲 或煎個蛋皮都可以 你把所有這個喜歡的料 這是 肉鬆 香鬆 油鬆都可以 對 然後就把它鋪在 我們的這個 製冰盒的格子裡面 對 鋪好之後 飯放上去 壓一壓 然後倒扣出來 就是它了 就是很快速 這叫什麼 這叫 兒童版的握壽司 而且其實一口剛剛好 對 那些小貓 對 這個一口剛剛好 所以媽媽那個煮飯 不用那麼累 對 真的有剩菜的話 其實也可以 像你有時候便當 有時候剩下一些 什麼肉 或是有些魚 都可以 只要不要濕濕的 稍微把它壓乾一下 就放在裡面 然後飯壓一壓 倒扣 小朋友超愛吃 那你這飯有弄成醋飯嗎 沒有 就是普通的飯 對 白飯就好了 所以真的很簡單 很簡單 很快速 要怎麼樣才不會倒出來 飯出來 然後料還在下面 這個有個訣竅 就是第一個 我們剛剛講說 是 你可以抹油 第二個是你 油是什麼油 就沙拉油 一般沙拉油就可以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重點 是你飯一定要壓緊 對 你飯壓緊之後 它就是會比較紮實 它會黏在 它會把那個食材黏住 對 然後它的形狀就不會這樣子 但是我想到 因為我其實很少用製冰盒 人家有製冰機 但是小孩買很多 很有造型 很可愛的 像什麼樂膏 什麼什麼形狀 對 我覺得它也可以用這個 很聰明 而且像這個方形 還有一切是那種圓形 圓球的 不能有娃娃的造型 的那一種 對 因為以前小朋友說 他吃飯糰 以前就傻傻在那邊捏 對 然後搞得那樣滿手都是 然後用形狀不漂亮 換人說製冰盒 這樣子一扣 全部好了 很透明 很透明 不過今天介紹了很多撇步 有那種簡易版的 或是有進階版的 大家其實分數都還不錯 沒有人不及格 連姊媽都6.5分 對 但是今天我們的第一名 出乎意料 既然不是小丑鳥 是 宋根 謝謝 宋根9.5分 你的 一米跟 香吉士跟我們的蝦子 請我們的安晴老師頒獎 首先頭褲 看你怎麼來上去 你頭褲 有 來 好美 謝謝安晴老師 我跟安晴老師 請問有什麼感言想說嗎 我覺得今天真的 已經在發口耶 好成功 就是這次我是 美麗的全方位人妻 所以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希望大家選擇這些配方 都可以變成 美麗的全方位人妻 拜拜 謝謝小丑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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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想問一下 就是懷孕的時候 大家都很擔心 如果說我們被大寶傳染的話 那腸病毒這個東西 對胎兒有影響嗎 在我們的這個子宮 胎盤的保護之下 只有非常少數有名的病菌 會穿過去影響到胎兒 比如說水痘 比如說這個聚細胞病毒 但是大部分的感冒病毒 是不會進到我們的這個胎兒裡面 就是我們的子宮 保護它保護得很好 那腸病毒就是其中一個 不會通過我們的胎盤 跑到胎兒身上 所以如果家裡有大寶 得到腸病毒 懷孕的媽媽不用害怕 最多就是你生病而已 你不會把那個病毒送給你的 這個小寶就在肚子裡這一台 不過有一個特別的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腸病毒 它是病蟲口入 所以你的排泄 也會有這支病毒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在快要生產的時候 得到腸病毒 那你的寶寶 雖然在肚子裡面是很安全 可是它經過產道的時候 就會沾到你這個附近的分泌墓 那這個病毒有可能就會 會在這個時候入侵到你剛出生的 新生兒身上 那這樣是很危險的 因為新生兒感染腸病毒 有很多這個很恐怖的案例 甚至會死亡 有時候新聞你都查得到 所以原則上 如果今天是你的另外一個大寶 在你快要生產的時候腸病毒 那請你能隔離就隔離 那盡量就算不能隔離 很好的守護衛生一定要做好 不要讓它傳給媽媽 然後經由這個腸道 又傳給你的下一台 了解